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练习图形化的操作 首先预览一下我们目前的效果 可以看一下多个元素它在中间演变 然后出现其他的一些微量的元素 我们还是从一开始去建立一下这些图形化的元素 这边还是新建合成 选择合成,选择一种预设,设定好时间 确定,那么在这个可能上我们去新建一个纯色的背景 这个背景我们还是采用一种蓝色 或者你任意选择一种颜色 我们这个叫做BG或者说我们叫做蓝色 有了背景之后我们需要去画中间的长方形 可以看一下第一个图形 长方形将它建立出来 并且它是两段颜色演变 那么这个图形的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点击下空白处选择我们的长方形 拖动一下 那这边呢暂时不要描边 关闭一下 颜色我们先要白色 这是第一段 绘画出来之后呢看一下内容 看一下它的矩形 矩形路径 那么这边呢你一定要把它默认 变换中的这个参数xy先恢复到0 这时候它会直接的聚中到正中间 然后我们要调的是上边矩形的路径 这边有它的大小 可以看一下动画呢就是由这个参数演变来 点击下链条解锁 我们是要从0开始 这边调一个110 可以看一下这个动画 然后我们从这边从0开始关键帧 移动一段时间我们让它调到1000 那1000如果大的话可以调到990 因为根据合成大小的不同 可能是我们需要的这个大小也是截然不同 而这边呢我们不需要呢这个Y 这边我们就调到100 这边也是100 可以看一下第一段动画呢已经生成 简单的修改一下关键帧 调下缓动 调下曲线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图形 当然第一个图形生成之后 我们上的黄色出现 黄色比白色呢还要先出现 逼合一下矩形 复制一份 坎侧D或者CMD复制 那么下边这个矩形 相同的关键帧 相同的路径大小 我们要做的是调下关键帧的位置 首先我们把这个矩形2 矩形2呢是白色 矩形1呢我们就做成黄色 在这边选择一下我们的颜色确定 然后我们要做的是把它的关键帧移动一下 那么黄色先出现 黄色在下边 那矩形2是白色 白色展开 我们把它的位置偏移一下 那么这样偏移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黄色白色 两个动画呢同时出现 这是第一段效果 第一段效果之后 我们上外边的这个描边 所以我们把这个整个图形复制一下 形状1复制一下 然后形状1之后 我们去把内容删掉一个 只保留一个 这个保留的图形 我们把它的填充去掉 描边显示 描边显示之后 这个时候宽度是10 我们在这边可视化的图形上 可以看一下 你把它收放一下 收放到这个白色的外侧 我们不需要描边这么宽 尝试三个像素 或者说四个五个像素 描这样的一个宽度 可能还是有点过宽 我们调到两个像素 让它很细的一个边 然后这个边的大小 我们继续拖动 调一下它的这个大小 颜色修改成白色 那么编有了之后 需要呢去加动画 我们用裁剪路径 在这个图形上 在我们这个矩形上 我们看一下 这个矩形的下边 就加下裁剪 修剪路径 展开它的命令 我们看一下 图形在这个时候结束 那我们就设定一下开始 从100开始 然后逐渐移动一段时间 到零完成动画 那不要忘记 我们这个完成之后 还是要结束消失 选中所有的帧 我们加一下右键缓动 也可以简单的调一下两段曲线 当然这个时候呢 是我们这个修剪的图形 那这个图形 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个 第二个 然后可以把它选转 往前移动一段 移动一点之后 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 基本上呢 是我们需要的这个结果 可以再稍微往后一点 这样第一段动画呢 完成之后 我们继续呢 去做其他的元素 然后这边我们继续呢 在新的程度上去画一个正方形 那么不用考虑大小是多小 因为我们需要很小的一个元素 这个正方形 我们展开一下它的内容 看一下它的矩形 按照之前的惯例 我们还是在进行中把位置恢复一下 全部改成零 它就在中间显示 那么按照你自己的需求 在进行路径的地方 这边有这个位置去调一下 那么为了看到这个动画 我们在这边先把它偏移到右边 这个动画我们还是用白色去做 放大一下我们的试图 找到这个图形 这边要做的是一个爆炸的形状 那么为了看到爆炸 那么这边我们还是呢 先把大小调到零 从这边从零开始设定关键帧 或者说呢 你用缩放来做 所以方法非常的多 首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大小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设定到二十左右 确定一个它的大小 二十乘二十是它的一个大小 解锁一下 确保呢 我们这个参数是一致的 再锁定 这是一个正方形 然后我们去加上中继器 去把它变大变多 选中矩形 添加中继器 这时候变成了三份 那中继器呢 是在这个矩形中展开 展开 那么中继器位置我们改成零 它就是在中间 然后我们是要呢 它的比例 或者说旋转需要调整 你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变化 我们要做的是位置改到零分数呢 我们改到四份 四份目前呢 都是在一个位置 我们需要它呢 延伸开向不同的位置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一下 你调到不同的位置 它就跑到不同的地方 X和Y 然后这边呢 我们也看到我们是在终极器中进行修改 而不是说在矩形变换中进行修改 所以看到参数都是非常相似的 那么在终极器中呢 我们看一下目前是一个图形 因为这边的录制窗口有限 所以往下拉一点 那我们在这边把它的旋转 调一个90度 那么90度的话 它就自然变成了四个 变成四个的时候 我们这个大小给它设定一下动画 这个是矩形自身路径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从零到大的变化 开启关键针 开始呢是零 移动一段时间 自己呢把空下这个时间 然后调到一个大小 变大一点 但是这个动画很小 我们就不做这些缓动 包括曲线之类的操作了 那么图形出现之后 需要呢它逐渐消失 其实这边呢是大小的一个反向 由大到小 我们把这个针往后拖一下 它就逐渐消失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下边呢 是要做缩放动画 也就是终极器的缩放 终极器的缩放也就是比例 开启一下 那么它是从零到一百 也就是图形呢 逐渐放大 然后它再逐渐的缩小 大小的小 进行消失 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图形 基本上就出现了 因为关键针比较多 我们需要呢 调整它两个关键针的位置 看一下这个图形的缩放 大小往后一点 缩放的往前一点 逐渐放大 然后逐渐缩小消失 我们还是全部选中 去调一下缓动 当然在终极器自身的属性上 也可以去加一点旋转 这样都是产生一些随机的参数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样呢 就是说随机放大缩小消失 这图形放在白色线条 触碰到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白色线条 比如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去定位一下图层的位置 找到这个图层 闭合一下 因为它非常的小 所以移动的时候 你可以按键盘上的shift 加上上下左右去移动 把它定位到这个地方 然后再用键盘上下去微调 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地方 当白线触碰到的时候 看一下关键帧的位置 因为这个动画比较短 触碰到的位置开始去演变我们这个动画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候就比较像触碰的这种感觉了 但是这个大小你可以在它整体的缩放中再去缩小一点 放大一点 再去调一下 包括它自身还有这个旋转 你都可以去旋转一下去调一调 那么这个元素我们就将它点缀了出来 但在原始的这个动画中我们看到 除了右边的这个点缀之外 我们还有左下方的这个点缀 这边的点缀还有中间的点缀 那么最后的点缀呢 和第一个黄白色图形制作否则呢 是完全一样的 那这边呢 我们也看到它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这个点缀我们看一下 它是如何生成的 它本身呢是一个CC插件生成制作的 这边我们找到这个元素看一下效果 那么在这个原始文件中我们看一下 CC的这个效果 实质上呢 我们是居家的一系列效果 首先第一个CC粒子事件 可以看一下 它会应用到整个图层上 这边可以看一下 它粒子呢有自身的时间 我们先关闭一下 那么粒子事件 我们单独看一下这个图层 那么你会看到呢 有这个粒子逐渐呢 出现和消失 本身它是一个三维化的图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填充 把它变成2D化的颜色 填充中你可以任意去修改 比如说我们要这种绿色 颜色就可以变成绿色 不透明度可以随机去调 这个是2D化操作 那么简单阻塞呢 它是进行一定的边缘处理 可以看到对边缘处理之后 就变成了这种类似水墨的感觉 下边调一调这些参数 随机化就会更明显 然后都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呢 就出现了我们这种效果 其实最主要的地方 还是看一下这个例子 通过我们这个Browth Rate 我们这个生命周期 它的这个速率 如果说你把这个速率设成0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 它呢并不是0 按下U键可以看一下 很小的参数0.3 然后突然间变成0 变成0之后呢 下边在它的这个物理选项中 这边还有它的速度 你可以去调一下 除了速度之外 那么再往下还有这个重力的选项 在这个Producer中 还有它的这个XYZ 我们看一下 你是往这个方向移动 还是往哪个方向移动 这个是它的XYZ 物理中我们看一下 这边有这个重力 通过这个重力呢 调整它下滑了这个速度 如果重力为负数呢 它就会往上去飘 我们可以看一下 所以再结合我们这两个工具 把它变成图形化 就看到了这个结果 所以了解了这个CC插件之后 可以用它呢更好的去做 那么另外CC呢 是属于AE内置的工具 我们再看一下CCMR CCMR呢也是可以实现这个效果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CCMR 如果说把这个效果关闭 同样我们添加一个CCMR到这个图层上 也是可以出现这种效果的 那同样相同的方式 你需要调的是速率 还有运动时间 这边还有它的重力 我们让它往下 那同样相同的方式 可以看到这种效果 你需要调整的就是 它的这种半径大小 还有它的生存周期 周期呢为0的时候 特别的少就完全消失了 所以设定它的关键帧 移动一点点时间 让它变成0 同样可以实现这个效果 之后呢 它就会自己呢掉落出来 好的 这节呢就到这里 我们自己呢多多练习